为让筹备中的体育继运动发展部能够接地气 了解运动选手及民间团体的需求 立委吴佩毅、苏巧慧、陈培渝及何欣纯 在立法院召开国家运动政策座谈会 吴佩毅表示台湾近年来出现许多新兴运动项目 但新兴运动却很难被纳入正式竞赛项目 因此对于选手或培育新兴运动产业 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就以街舞为例好了 我们现在是只有霹雳舞有纳入了亚奥运 所以是竞技运动 那街舞的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我自己跳New Jazz 或者说Lucking等等 其他的这个项目 就是在我们政府部门的分类里面 目前就属于全民运动 那所以在现行的制度下面 其他的种类的街舞跟霹雳舞 它所适用的法规跟资源会不一样 那例如说我们长期关心的滑板 我们台北市已经是台湾的首都了 场地还是相当的缺乏 滑板目前在全国 甚至没有国际标准的场地 然后很多家长还要自费 带着孩子出国去训练 那这些都因为是新兴运动 所以过去我们政府单位 可能比较不熟悉 我们的法规跟相关的政策 也正要去跟上民间的发展当中 像自由潜水的朋友 过去也时常跟我们反映过 都有类似遇到新兴运动的问题 那所以说这个当好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因为我们就要成立一个新的运动部 立委何欣纯认为 除了投入新兴运动资源 希望看到更多资源投入社区运动 立委苏巧惠则鼓励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 引导企业支持竞技型选手 甚至投入社区及学校运动发展 第一件事情是 希望能够引进民间的资源再投入 也就是希望企业 可以来不只支持竞技型的选手 那同时甚至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做 社区运动的结合 所以可以有企业联赛的这种球队啊 等等啊也好 甚至如果体育署 我们这个模式如果好了的话 适当的 那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到更多学校体育的部分 也可以 各位什么是企业投入 就是我们国民体育法修法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在运产条例 鼓励企业投入运动的这个投资嘛 对不对 然后可以减税 抵他当年的这个 抵他当年的这个盈利事业的 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得到全数捐赠金额的抵税 是抵百分之一百五十 你投入一百万 你可以抵税一百五 对企业来讲 当然是一个好的诱因 那我觉得这就是 引进民间资金的投入 因为政府永远做不够 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投入 这是引进民间资金 我认为是好 那可以继续再加码 没有基层选手 不会有国手 那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如何从基层培育出我们的国手 那每一层 每一个级 每一个阶段 那政府的资源又该如何的投入 这个我们希望在未来 2025成立的运动体育级运动发展部 能够看到完整的规划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希望呢 未来呢 在各亚运单项里面 除了既有的单项运动 那可以增加的新兴的单项运动 我们国家又是如何投入资源 来培育人才 第三个 我们希望呢 除了新兴运动之外 社区运动 现在所谓的全民运动 我们更应该在未来 2025的这个部成立之后 我们希望呢 能够看到更多资源的投入 立委陈培渝则期盼新部会 走出过往的分工框架 将额少视为整体 去设计未来社区运动政策 让竞技运动全民化 我们希望把学校体育组 改成额少与学校体育组 也就是当以额少为一个政策 主体去想象的时候 他其实并不是成人运动的搭配 他也不是成人运动的附属 他必须以额少为主角 去想象全新的运动政策 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也是呼应赖清德总统 在竞技运动全民化的 政见概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要拜托体育署在后续升格的 整个组织调整里面 必须要去想象 以额少为主体是什么样态 我必须要说 对很多人来说 这件事情都是陌生的 甚至对我自己来说 如何在运动政策里面 以额少为主体 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讨论 座谈会中 与会的运动选手 民间团体及学者 也纷纷提出 在推展新兴运动 及社区运动 所面临到的问题 包括经费与资源不足 软硬体设施缺乏等 期盼新部会能关注重视 很多人问我说 什么是匹克球 我只要一出去 就老少嫌疑在追我 所以我会很简单的 讲一件事叫做 拿着乒乓球拍 在羽球场上打网球 从制度面 简单做一个改革 这是接下来 我们说的新兴运动场馆 在兴建的时候 麻烦把羽球场地 再写一个名字叫匹克球 那就可以共用了 因为民众看到是羽球场 我们就去用盆 只夹一个 网球场也是 网球场一直网球场 我匹克球贴架器又被赶 所以如果你网球 贴一个匹克球 我们就名正言顺 就变成是正宫 不是小三 我想大概那种状况会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项目 也类似 综合球场期 要把它标示出来 就是你弄出来 我们就会去协调 我们师出有名 第一个 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些社区民间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强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愿意做 我们有比赛 可以比如出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自费跟着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比赛 第二个我们场地 是不是可以真正体育部成立 要让一些球场说 这个社区运动在这边常常办比赛 它一定可以有几周可以用 或者说它是可以正式的跟大家 平起平坐去 去预控场地 然后第三个就是 像教育体育部成立了一个专责单位 它可以真正知道 我们所经历的困难 应该讲叫接地气吧 对于体育继运动发展部成立筹备进度 教育部政务次长张辽万坚表示 期盼在2025年能顺利挂牌 并落实四个核心 让体育运动壮大台湾 这个会期虽然是预算会期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这个部的一个组织法 能够在大家的讨论跟支持中 能够赶快来通过 那明年能够顺利来挂牌 好 那未来的体育发展部 目前走的一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达到一个体育运动 壮大台湾的一个愿景 那有四个核心 包括赖总统他刚讲的全民运动 我们要提倡全民运动 要增进国民健康 强化选手的培训 来保障选手的权益 那推动运动产业 来促进幸福经济 然后来推展国际事务 来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这个核心呢 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落实 那自然能够透过体育运动 来壮大台湾 体育暨运动发展部成立在即 透过交开座谈会 听取各方意见 期盼未来能健全台湾体育发展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运动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